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也很会做得多醒吗 你以为那天晚上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管发生了什么都不会有第二次 你要干什么 难题解决了 许总年想到玩卡还不够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莫总 房费已经转给你了 请你查收一下 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我跟你不是一类人 我是有未婚夫的 你的未婚夫不顾你们十年的感情 出轨的事 你都忘了 我的事情你怎么知道 那晚你喝多了搂着我亲自讲的 那天那个事情 就当做一个笑话吧 我希望以后我们能够划清界限 不要有任何前程 许总监两次三番地讽刺我挖苦 看来我有必要和你澄清一下了 澄清 你带我去哪儿我都走累了 我问问你啊 是我 不够我魅力吗 我不 漂亮吗 我玩 你去把哪儿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 我跟你说吧 其实我 本来马上就要结婚了 但是啊 我的头上 突然有了一顶特别大的绿帽子 你看着我 好看吗 好看 我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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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漂亮 真的真漂亮 可恶 真是可恶 那我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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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个小时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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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工作到现在 每一次约会 都是我去见你 就是因为 我好想你 后来你去外地工作两年 你工作忙 我都拼了命地加班 因为我想 我平时这么努力加班 周末就能调休 这样我就能 去你的城市看你 再后来 我们终于在一个城市 你工作压力大 我又帮不上什么忙 我想我能做些什么呢 我就拼命地攒钱 省钱 我连衣服都很少买 然后我把钱 全部都攒起来 然后陪着修口跟你说 没事 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钱 我可以规划好自己的生活 你不要有经济压力 这十年 我想的都是我们 可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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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干 你谁啊 我明白了 你就是那种斯文败类 看着我一个女孩喝多了 然后就把我带到酒店了 我的意思吗 我现在就要代表正义消灭你 你干吗 你疯了 别别别别 别别别 我抽一下 我吵不过气了 你干吗去 你还有肌肉 还要跟你说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就只是 放手 放手 原来是这样 好 许总监不仅酒量差 酒品也差 我看以后还是别喝酒了 对 你说得没错 给你添麻烦了 等等 你现在为什么来找我 我刚刚不是说了 给你转房费 还要讲清楚吗 讲清楚什么 讲清楚我们之间的事 我们有什么事 是 你刚刚跟我说了我才知道 原来没发生什么事 那怎么许总监听起来 好像很失望似的 我有什么好失望的 看你心跳得很快 我刚刚跑步来等 不 因为你说谎了 我以各行各业的优秀男性来做代言 接地气 有看点 这个专益不错 您喜欢就好 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方向来推荐 那您看 莫总 崔总 恭喜了 同喜 同喜 请用 告诉你个好消息 咱们和上阁的C轮融资 已经顺利完成了 恭喜 要说起来啊 你可是咱们乐密的创始员工 咱们呀 这叫同喜 这次啊 你功不可没 说吧 想要什么奖励 随便踢 那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项目的经费 您快点劈了呗 莫总 你看看这个许总监 现在就开始跟我讨价还价了 许总监的行事风格 不是一向如此吗 我是什么样的行事风格 莫总可能没有那么熟悉吧 对 要不怎么说 大伙得多多接触呢 一回生 二回熟 对了 请用 你那个遇见理想型 要我说啊 就不用费心地到处找人了 就在眼前 就按莫总的标准来就可以了 莫总超规格了 我们高攀不起 想不到我在许总监 心中的评价这么高呢 那是当然 我还有事 我先去忙了 莫总 莫总 坐 莫总 珍费 我们做投资的最讲究审身调查 虽说许总监是有求于我 但也得尽调清楚才行 是吧 那莫总 请问你要问些什么 我是不是你的理想型 既然制作人对我这个演员 这么没有信念感 那说明我确实不适合这个角色 我不去了 不 你当然是了 抱歉 我正要去开会 去不了 喂 喂 我领子 你继续盯现场 董宝 继续找人 今天无论如何 也要完成拍摄 拍不了 徐总监 拍不了 导 导演 导 姐 你看能让导演 是为降低点标准吗 导演 先给导演好好说说 导演 别别别 拍不了了 我都说了 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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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帮帮忙 帮帮忙 没天光了 没天光 也没有演员啊 玩的演员在哪里 导演 你再看看吧导演 姐 姐 姐 导演 我们找了最好的造型团队 你看看能不能从灯光摄影 还有造型上 有一些改变 你去找别的导演好了 我做不到 导演 导演 打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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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等会儿 等会儿 来 服装 服装上去 把那领子 领子弄好 早言 让他来 没问题 谢谢 请记就长 谢谢莫总 徐总监 我这人资数比较 按秒即非 那正好 我从来不欠人人情 好 好 差不多吧 可以可以 辛苦了 好 辛苦 来 大家辛苦了 成功 辛苦了 你们休息一下 好 来来来来 我们看看照片吧 莫总 辛苦了 徐总监对我今天的表现还算满意吗 当然 非常满意 对 我喜欢这个 我喜欢这个 那该怎么感谢我呢 我不喜欢这个 那 请莫总吃大餐 好吧 徐总监 你说请我吃大餐就是这个 这怎么不是大餐啊 这是我的秘密基地 一般人我可不告诉他 你尝试这个 小的时候我爸妈特别忙 没时间给我跟弟弟做饭 那个时候我俩也穷 所以呢 就只能买三串烤串 然后夹在饼里吃 特别好吃 我知道了 童年美食 你的童年美食呢 忘了 你可别瞧不起这里啊 这里是有名的能量补给站 每当我特别忙 特别累 特别精疲力尽的时候 看看周围还有这么多人 都跟我一样 工作到半夜 努力加班 我就一下来了精神 就像打了鸡血一样 还能再熬一个大夜 要是员工都像你一样 翟总赚翻了 拿人钱财 替人赚钱 莫总不是吗 我是替人花钱 好啦 你好了吗 我 我说好 我说呢 我 认为你 我跟你说 你和我说 你都不哭了 我说真的 不哭了 我说你 我说这个 我说你 现在要是 但我会看到的 我们占钱 要是 我们想还 interviewed 又不哭了 这人是 可是 这些老员工 都对乐米很有感情 而且有很多人 是在创业初期的时候 跟着我一块儿打天下的 所以 他们更要为了乐米的未来做考虑 莫总 你怎么来了 怎么 莫总 许总监好像不想见到我似的 莫总想多了 没什么想和不想 有有 那就好 你怎么来了 也没提前告诉我 我开会路过 给你带了些点心 当下午茶 对了 这是上阁的莫总 莫总 球养大名 范芸汐 哦 范芸 久养久养 范芸来这里是 忘了介绍了 许清悠 我的未婚妻 原来如此 这么巧啊 我一会儿还要开会 那你先回去吧 那好 下班了我来接你 嗯 路上小心 那我先走了 看来徐总监 对生活意外的接触度 还蛮高的嘛 生活本来就是由 无数个意外组成的 这不是莫总跟我说的吗 那恭喜徐总监 终于得到自己想要的 一个没有意外打扰的生活 谢谢莫总 我的事情 就不劳您费心了 小姐 这边请 徐总监 有访客 请 莫总 这是翟总 让我给你的资料 脚怎么了 扭了一下 没什么事我先下班了 等等 如果是工商的话 我要负责 莫总 你确实要负责 不过不是对我 希望你能解决好自己的私事 不要连累到别人 你干什么 去医院 不用 过几天就好了 去医院 走 我自己来吧 疼吗 疼吗 对不起 我都知道了 我已经请奥贵林思雨了 她不会在这儿散扰你 也没什么 反正我反击了 喂 芸汐 还在加班呢 没有 脚扭伤了 在医院 怎么受伤了 要不要紧 不要紧 已经处理好了 我忙完了马上去接你 好 今天谢谢你了 我男朋友来接我 你也早点回去好好休息吧 徐总监三番五次地在我面前强调借鞋 难不成你很心虚 没什么心虚的 实话实说而已 好 徐总监等你男朋友吧 好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您稍后再拨 悠悠 你再稍微等我一会儿 我这边有点事要处理一下 我一弄完就去接你 我一定会打了 您好 您好 您好